你也来看电影 我来这儿 我来工作 对 荣云前传打算给这个 星光大戏院放款 所以我来提前看看 他的精英状态 我明白了 就像是 服私房 对对对 为服私房 你来看什么 看电影啊 你也来看电影 《荀子欲心记》 我看过很多遍了 但我还是很喜欢 卓别林就是个天才 什么林 卓别林 骗子欲心记忆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 是吗 那你会给他方款吗 会 客流充足 声音轻软 值得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 我们进来的时候 这画梅还有瓜子鲁的老高 现在已经去了一半了 足以说明 生意兴隆 我就是这么看出来的 不愧是程尚贵 真是厉害 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想吃 金橘饼 这金橘饼怎么买 地质 楠姐 夫人好 你们俩这够恩爱的 大白天的就泡戏院谈恋爱了 我就在附近 咱们中文一起吃饭吧 恐怕不妥 因为大老爷让我去一趟公馆 那行啊 你们男人工作 我们女人啊 一起逛街去 那你去吧 我领走了啊 您先自己看一下 我还有事吗 好 麻烦您了 好 好 底片如同天树 程一直看不懂 但他记得 吴知府摆脱他保管时的慌张 程一直深知 要保护李子 要保护李子 自己就必须掩埋这个秘密 程掌柜 在这儿稍等 老爷在里面有事 好 宫董局添个花龙都这么难 老爷 老爷 宫董局那几个法国董事 好不容易摆平啊 可就这个华董金一山 锤不烂煮不熟 他自己不同意 他还在宫董局说三道四 让那些跟他交好的华董 全都反对咱们 老爷 要我说 不是一枪把他崩了 我去 燕影都翻到我跟前来了 姐 把燕影接了再回来当产 表示戒不掉 就当我没你这个门徒 出去 成一句来了吗 来了 让他上来看看 老爷 程家感觉如何 对 新婚燕儿 感觉不坏 男人成家之后 会不由自主想去奋斗的 知道为什么吗 要给自己爱的人 有一个最好的生活 无力自家道中落 一定受过不少苦 作为一个丈夫 理应给他幸福 对吗 不瞒老爷 我也是有此感想 走 你在龙茵田庄 这经验已经积攒不少了 愿意不愿意 开疆拓土 去尝试一些更难的事情吗 只要能为老爷分拥 不管是何事 我都愿意 法租界工董局格局狭窄 迟迟不愿接纳新华董 这是我近来 最为烦恼的事情 你如果有兴趣 这件事 就交予你处理如何 多谢老爷 好 我敬侯家业 我一定竭尽全力 说我和夫人吃饭怎么样 你还说呢 把我丢给蓝姐你就走了 夫人让我管她叫蓝姐 然后一直跟我在谈心 还说是谈心 其实 其实什么 一直我们的婚事 你跟大老爷 还有夫人是怎么说的呀 他们是不是 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我感觉蓝姐好像 对我很有想法 夫人是本来想为我介绍婚事的 结果我先斩后座 娶了太太 大概能因此不悦吧 我爸爸的事情 他们真的不介意吗 大老爷不会认为你娶了我 所爱你的事业 刚好相反 今天大老爷还跟我说 我作为丈夫 有责任让你幸福 对了 那个是什么 这是蓝姐给我的琴呢 让我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 好 你 一直喜宴那天 我一下子就喝多了 竟然连冻房都错过了 这还连着这么好几天 我都不是特别舒服 没事 等你了解我 等我了解你 再等你不吃 睡吧 晚安 晚安 我呢已经查过了 程一志没撒谎 他确实在龙鹰钱庄 只干了一段时间 之前呢他还只是 处击干货铺的一个伙计 这么快就升了掌柜 这背后真的没有玄机吗 那你也才见了他几面 就架给他了 这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啊 我听说呢 是因为他们钱庄的静安分号 掌柜伙同协理一起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 是被程一志发现并且揪出来的 一战成名 就这啊 暗地里 他没有帮黄如红操控过什么 不可靠人之事吗 要说暗地里呢 那黄如红 还真有问题 他除了钱庄之外 还有个赌场 你也认识啊 就是大西洋俱乐部 只不过他的赌场生意 都是交给他的门生雷大明 江湖人称雷字的人才负责 程一志就算想插手 也插不上吧 难怪兰姐对我这么提防 想必她肯定知道 我过去常常留恋大西洋俱乐部 她可能还知道 我欠了赌债 她来试探我 一定是黄如红受益的 李子 黄如红和你爸爸没有任何关系 他是钱业大佬 可是他跟银业之间的高层素无网外 我查过了 黄老板在银业 一无伙伴二无力 你怀疑他如果只是因为 那一通电话那一个声音 是站不住脚的 好 好了好了收回去吧 好 你呢大婚之喜又无亲无故 如果你还拿我查理当个朋友的话 那就祝你新风快乐 查理啊 行了 不用感动 你看不上诚意志呢 我可挺拿她当回事的 毕竟啊 她可是钱庄掌柜 万一以后我需要用钱 程太太多多帮忙 这华总金益山乐善革之 除了办了同州慈善会 还办了这余音堂 据说这余音堂里边的设施啊 特别好 比那上海租界的都强 对了 她旗下的产业还特别多 五金厂 灯泡厂 还有两个屋矿 对了 她呀也办过钱庄 还当过陆学歌舞厅老板 舞厅老板 对 就是因为这歌舞厅跟咱接下来 当日这地皮啊 是从咱龙音钱庄手里抢走了 不过后来没干多久 就转手了 行 去吧 进去看看你 不是 没有 我都试图给门位塞个钱了 进不去 绝着点 小心点 你好 今天下午小姐妹 应该有一个保育员在这儿接我吧 看什么 请问您是 是 我姓赵 你们金老板的朋友 赵先生 请问那个保育员人在哪儿 请问是哪位保育员负责接待你 这事该我问你还是你问我的 你怎么这么目中无人哪 岂有此理啊 赵先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先请进 您先请进 是我们赵在布州 我马上派人接待你 下次接着点啊 好 赵先生 我是常务丁老师 你好 这边就是我们教室 你好 好晚安 先生 好晚安 这教育和果仍十分浓厚啊 赵先生 我们金老板 这子请你 金老板请我亲自来看看 李宁康筹办效果 不 他没跟你们说吗 是我疏忽了 您这边请 好 这是我们的孝史辰劣势 这些影像啊 都是我们历届来的孩子们 留下的一些影像 这些是我们获得的一些奖项 这些奖状果然是十分了不得 这里面都倾注了我们金老板 许多的心血啊 他为我们募款盖楼 还照顾孩子们的就学就业 就连我们保育员生病了 都是金老板亲自请医生问诊的 张伯爷 这预云堂那什么片啊 和传说中一样 那这金益山呢 可悲怎么样 也和传说中一样 就这些啊 你家里边等那么久 还以为有什么东西啊 你看到金益山进出 同州慈善会的时候 注意他手上的标 出去 ren 家里边都是他 家里边的小东西 你自己去找她 紫图人家 进去 也要被他们说了 哦那一ón 听说过这儿吗 我知道 是个赌场 没来过 我听说这里边 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蓝姐 咱们还是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里面就是扔扔骰子 打打扑克什么的 走 咱们去玩两把 蓝姐 我真不喜欢这种地方 我又不会玩 万一给您丢人怎么办 我听说百货公司 刚出了一个皮奥子 特别好看 很适合你 我们还是去逛百货公司好不好 走吧 弟子 我为什么觉得你有点怕呢 我是真不喜欢这种地方 走吧 那百货公司有什么好玩的 蓝姐 有位陈先生要求见 说是想为同州执上会捐款 哪位陈先生 他也不肯递名片 只说希望老爷您面谈 蓝姐 都是我不好今天给您扫兴了 皮奥子也没挑着好看的 不打紧 不打紧 我呢 就是觉得你更在家里温的话 本来想带你找个乐子的 没想到 一队赌场这么不待见 下回我再陪您逛 好啊 下次咱们再一会儿 请 谢谢 当下回我们 也有 dear 找个宗旭 你的邏儿 你们父亲 那我您找他的邏额 还是有长邏额 您知道 前来与您的同舟磁杂会捐款 我不需要 我嫌你的钱不干净 脏了我的慈善会 金老板您收下好了 我们的钱非偷非抢 怎么就脏了呢 陈展规 亨德里洋行 长那块安格拉斯双秒追尸怀表 被你买下了吧 让我看看 让你那肯定做 那肯定做得让我赶紧 我赶紧 不然我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更加有技巧啊 表面上看 你是想和我交朋友 可归根到底 你还是想让我 对华董推举 点头啊 这一切 怕都是黄若红教你的吧 可惜喽 这些手段 帮不了他当上华董 进了吧 您自身便是一位华董 在法租界内 华人的势力单薄 而洋人的势力强大 您难道没有为这种 选术感到担忧吗 您如此反感工赌局 增添一位华董 到底是因为顾虑 这回削弱您的权力 亦或是格局所限 不懂这是扩充 华人势力的一举 好一番凛然之词 我不妨坦白告诉你 也请你回去转告 你们黄老板 我金益山 并非反对曾庭华董 我只是反对他黄若红 只要有我在 他休想踏进共同局 好小姐 师父谢谢啊 谢谢小姐 谢谢 欢迎光临 夫人您是 我是找找 嫂子 嫂子您来了 我找易志 她出去谈事去了 马上回来了 要不您在里边喝点茶 不用了 我就随便看看 这掌柜屎 看这大桌子 气派 对了 星光大戏院 你们放款了吗 星光大戏院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我是知道的 可是嫂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的 我说 得 那你们先聊 我先去忙 嫂子 你怎么来了 好 接丈夫回家不可以吗 可以 那 我们上去坐 来 人有点多 挺好 来来来 对了 刚好啊 我有一个东西 要送给你 好 星光大戏院 以后肯定有点票 要是我逐温林的芯片上映 就让我一起好吗 谢谢 你要是真想谢了 陪我去个地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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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像 把你的手缝到我腰上 这样吗 把这个手抬起来 是这样吗 找我 脚呢 左 左 不错啊 ーブ 左 右 左 快 你不会真的 是想过来跳舞的吧 不然呢 你应该是想要来微服司法 然后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放款 刚才地团不行 这要是以前 这个地板肯定是会换的 你以前来过 金老板刚开夜的时候 我来过的 金老板 没有金老板 金一山啊 这个舞厅以前是他开的 就是那个 卖灯泡和巫矿胜利的金老板 对啊 他的太太特别爱跳舞 生了二公子以后腿不好了 就没法跳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 不小心踩到你了 没事吧 学得不好 学得挺好的吧 我刚开始跟我爸学的时候 第一次我踩了我爸十二脚 十二脚 那看来我还可以再踩十一脚 你不能踩我 尽量不踩 小心地面 你也行不行 不好意思 相归的 这是全天盯景金一山的享尽记录 他不去风月场 不去鸦片馆 更不去赌场 生活简单得很 日常的出谋地点就这些 是啊 他除了自家公馆 一般只去慈善会 和慈善会所属的下下机构 而且啊 他这三周仅应酬了四字 而且都是在公开场合 金一山有没有常常联系的医生大夫 或者医院啊 我听说金一山的太太 腿脚极为不好 几乎做不出户 这 这个信息很关键 你必须得给我调查经理 那去办吧 金一山每个礼拜五都去医院堂 对啊 他每个礼拜五 下午三天都会去 至于去得这么贫困 毕竟医院堂 是他慈善招牌 赵先生 丁老师 很高兴又与您见面了 赵先生 恕我冒昧 您上次来参观我们御婴堂 是我们金老板亲自安排的吗 说到这事 正好向您道歉呢 后来我回去核实了一下 与同舟慈善会做约定的是我手下的人 想必中间有传达不善之处 导致我对您苛责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您今天来是 同舟慈善会约我今天下午三点半 来这儿和金老板见面 不知英雄到了没 金老板倒是到了 但是现在手头上有事物在做 您确定慈善会约您是今天到这里来吗 自然是确定 不如这样 丁老师 您先去通知一下金老板 然后告诉他我在这儿先等着 您好 那您稍等一下 多谢 您稍等 你不是爸 您收到你了吗 我才 blush 您會 pickled heart 他说完一个事真得跟我说 我都知道了 放心吧 我 expands bung老板 那位赵先生又来了 他说是同州慈善会约他过来的 赵先生 那爸 我还有事就多辛苦你了 拜托 静老板您客气 都是我分类的事 走 你为赵先生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和一个赵先生有约过 就是上次说你约他过来参观旅营堂的那个 我怎么不记得啊 人呢 刚才就在这儿的呀 赵先生 赵先生 他在这儿呢 我懂我 你怎么坐地上啊 你看看你 来 起来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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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蓝姐 你先随便看看啊 蓝姐 坐这儿吧 看不出来啊 你倒是个能持家的 家里收拾得挺干净的 早知道蓝姐要来 我就该打扫打扫 这都还没怎么收拾呢 我来吧 好的 你去忙 来 蓝姐 喝茶 谢谢 这到底是大小姐出身 看 点心放在盘子里 好看多了 怎么了 没事啊 我就是想起从前了 之前 爸爸出差回来的时候 也会给我带香这个样子的点线 李兹啊 你挺不容易的 你爸爸没出那档子事 你还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呢 蓝姐 别说这些啊 有什么话呢 就别憋在心里 信得过我 就跟我聊聊 过去啊 别人 都叫我五大小姐 可是现在 大家一听说我是无知福的女儿 个个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都说 我爸爸 贪污受惠 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就去酒廊上做事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 他们还要 还要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 我父亲已经死了 难道他们想让我被也去死吗 人情隆乱 你别在意 蓝姐 那天那个俱乐部 其实我去过 对不起 我跟你撒谎了 对不起 蓝姐 那天 我是真不敢进去 我怕被人认出来我 我害怕要勾起我自己的伤心事 是我不好 不该勾起你的伤心事的 一致呢 是个好孩子 我们都挺看好他的 可是他跟你这婚结的 太突然了 我就总想着 要帮他把着点 之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你别在意 现在好了 一家人 有什么话咱们就直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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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刘妈 是金老板让我来的 刘妈 我没见过你吧 我没见过你吧 我是金老板的远房亲戚 您叫我小贩就行 我也是刚被叫过来办事的 金老板让我来问问您 有什么需要置办的没有 那你去买块奶粉吧 还有再买些砂糖 奶粉砂糖是吧 刘妈 我这肚子突然有点难受 我能进去方便一下吗 你还是到外头找地方吧 刘妈就一会儿就行 就就接我一会儿 刘妈 刘妈 Adams 老爷 那个陈掌�辉又来了 在外头求见 梁子在外头站着 老爷 他说您非见他不可 笑话 非见他不可 金老板 您的秘密已经被我发现了 您如此反感黄老板 究竟还是出于私情人的 过去您也曾做过钱庄生意 麾下盛兴钱庄 高价购置地皮建造路绝物体 无奈卷入军阀的物业之争 导致血本无归 钱庄也关门大击 而该地皮正是由您和黄老板 竞争胜出所得 您似乎认为 若没有龙银钱庄以您叫板 您便不会出价虚高 蒙受如此大的亏损 因此 您耿耿于怀 拿华董之事大做文章 这就是你兴致勃勃跑来 所谓的秘密 当然不是 您的秘密 是您的夫人 您的夫人在分娩第二个孩子之后 不幸罹患精神疾病 于是您将她单独安置在一个小房子里 由女佣 刘妈照顾日常生活 您一边在做慈善为妻子积德 却一边又将妻子远远地隔绝 在这房子之中 两个孩子甚至不曾见过她 长年累月您也不去探望她一次 这如果传出去 会给您招致何等的舆论 且不说是否影响到您的生意 至少您的慈善会再难以募款 没想到你和那蕾子 没什么分别 也不过是恐吓要挟的无耻之辈 我没有与您的慈善要挟和恐吓之意 我之所以将您内心的畏惧说出来 是因为这种无奈至极的痛苦 我能了解 您了解什么呀 您太太喜欢跳舞 您不惜花重镜为她建造舞厅 即使她已经神志不清 远离公关 您也丝毫没有碰过其他任何女人 您如此爱惜心切 究竟是什么让您选择了 这样分裂而又矛盾的生活 是由您太太的疯狂 一个疯狂的女人 会如何摧毁自己 伤害之心 不了解 金老板 我都胆向您建议 不要将太太的悲剧隐瞒于众 因为那并非您的错 但却会成为您的软肋 让他人攻击您 既然你已经决定 要兴建疗养院 不妨就在他破读东宫之前 向外界公布实情 从此 你免可以光明磊落地做人 坐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我说过 您会佩服您的善意词觉 真心 想与您交往 即便我仍然反对 黄若红当选华董 请 金老板 有人来了 他们非要我打这个电话 金老板 跟程掌柜谈心 聊得差不多了吧 现在咱们聊聊正事吧 只要你答应 不在工董局推选的时候 捣乱 我就保证 安安静静地来 安安静静地走 你们给我听着 黄若红想当选华董 我绝对不同意 想让我消停 我宁可辞去华董之位 你们给我滚 给我滚 请老板 这件事情 陈掌柜 亏我金一身 刚刚居然信了你 我这就想要你 你 我宁可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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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错落 两颗心各自读悟 演起稀哭 热闹的舞台 命运随即划出 偶尔会交叉的湖 这么多错过 在等我 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个 伤心的歌我不想听 讨好的事我不会做 背在借命运的手 沉默我 所有的过错都在我 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 反驳的话我不想说 莫名的错我都认了 别再用爱情的口吻 戳弄我 作曲 李宗盛